这次的疫情死亡率您怎么看 现在目前的话呢 这个死亡率到现在我们的观察的话 一直到现在到今天的话 它的病死率大概是2.3 2.4 百分之2.3 2.4 要是这些呢是在确诊的病人 当然在武汉的病死率 远远比外地的病死率高 那它因为比较多的集中病人 所以现在呢就是 要是绝对来比的话呢 跟SARS比呢 我们还是低的 所以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不能因为它低 我们就放松警惕 但是总的来说并不是很高 特别是比起HCN9 比起MERS MERS是30几个 百分之30几 比起其他的话 H5N1那差不多40 这些的话还是低 当然比普通的流感是高